这是土壤污染 快静奇 安静下来听 我指出一家最恶劣的美国的科技巨头 我真是一生中 那个阶段 没走运才 都已用到了它的产品和服务 我用过苹果的产品和服务 我用过微软的产品和服务 我用过人工智障的谷歌的产品和服务 我也用过亚马逊的产品和服务 也就是我十分确定 基本上杰夫贝索斯引领他的团队 从2007年起 从他们的大保健业里 拿了艾滋病毒 然后把他们喷的满生产线都是 然后他们就对全球宣称 这里就是我们的服务和平板电脑产品 我们的主打业务加收入来源 他们的平板电脑产品 就是从不停产过的电子垃圾 他们是为亚马逊的奴隶而不是用户打造的 这个所有的人都会逐渐的把自己手里的工作和学习用的平板电脑置换掉去用亚马逊的非防水 而且性能垃圾的性能低下的竞争对手 只为了贪图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价位和小到拿不住的尺寸 哦 等一下 我圈子里的人没有这么干的 因为他们只是一件一件的电子垃圾 亚马逊的平板电脑 下一个有读的特色就是 你们看 这是你们能用的功能 非常拖后腿 有你们的goodread 你们的有声书 T的kindle商店 你们的个人文档服务 然后在系统的深层 没有可以破解解开破bootloader锁的方法 所以我不得不在全球的互联网 寻找一个适用的破解解开破bootloader的方法 甚至连保险不会破坏平板电脑的保证都没有 不保证他一定可以把平板电脑救活 让他不会变成慢性自杀的不可降解的高分子聚合物和重金属元素 溶解在我们的每一餐的食材和汤汁和饮品里 真的吗 我必须得下载几个GB的垃圾软件 然后安装他们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用电脑执行脑残的命令 因为你们的这个基础上残缺的无脑子的系统 看我要清理系统 我不得不翻到第三页 然后打开这个应用软件 我这都什么响 真的 站着猫坑都拉响 这都响鱼问到了极限 首先它这个系统软件的类别系列 它有移动办公功能 也就是我已经用我的手提电脑使用了 但是现在你看你不能真正利用一个全功能的办公软件 你不得不去用这个T的移动版办公软件 打开的文件都是止读的 鱼问到了极限 你不得不翻进系统软件的主页 老损着眼睛好好地找几排 鱼问到了极限 亚马逊音乐 纯响 亚马逊视频纯响 亚马逊的在线服务登录纯响 如果你点开了所有的应用页 你就可以看到你这所有的响玩意儿 整个用户见面纯如梯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系统首页里面有什么 哇哦 等下看这些巨大的整坨的响 来咱们看看 亚马逊商店 我不给它这一项服务 这不是我用平板电脑看的 7寸1024×600 谁踢的现在还用这么低的分辨率 你觉得这是800×600 就是最先进的分辨率的 就是年代末2000年代初 这个书籍多样 你扯犊子 你真愿意读书的话 各类下载员一台电脑就搞定了 直接和书籍来个安全的亲密接触 成本比垄断科技巨头 亚马逊还要低多了 还提供这些什么 内置词典啊 声词的提示 声字注音 还是那一句话 只要你真的想读想理解 你什么都办得了 这全都是些无用的借口 什么可靠可信 这又是一个不足以说服用户的 你都说了你有过远程移除奥威尔作品的乌龙了 你这恰好证明他这有安全漏洞 你还在拿 这个他专做这个主页服务来经营 来扯是吧 还是那句话 你真愿意读书的话 任何来源你都能用一台电脑统一搞定所有你要读的书 你就可以直接和书记来个安全的亲密接触 成本还比这个垄断的污染环境的科技巨头亚马逊要低太多了 实在是性价比高上天能 而且你这还冒着有安全漏洞的风险 还可能被苏毛发现 那你这意义何在啊 都不能安心看书 这就属于你到底是真的想看书还是不想看书 而且他这里头还有那个DRM 有DRM呢 你就不能安全的备份 这些你可能有需求 但是已经无法在他上面搜到的说了 你也不可能在有DRM的时候 请求你的其他朋友 老哥兄弟们 协助你找到你想看的书 并且给你导进去看 你这 你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 你要真的想看书 你用一台电脑用啥 你都可以解决 你这非得在这用一个污染环境的科技巨头提供了服务 你这不是手懒 还是根本就不想看书 找借口呢 面向全球 你都跟我说了 中国会审查的 你拿在中国什么地方的商店都能上来去 还摆着证据来说这个事啊 你这就是甘愿冒这个安全漏洞的风险 你要耍小聪明 毕掉你所有要付出的基础搜寻成本和技术积累成本 你还说你要看中文的书籍和中国的书籍 你看这些最高效的就是中国的平台 还有一些华人专用的网络日读下载平台 总之还是那句话 你要真想阅读 你要真想读书 你随便拿什么都可以 不要找这种借口 用这种污染环境的垄断科技巨头的东西 来殃及我们这些不想吃饭吃到重金属的人 你敢不敢再懒惰一点 什么懒人来的你 多中端 你这还搞到 课金增值了 更多的广告 口糊 口糊 试行 你这拿一个电子垃圾来说 试行优势 你这 你这试行 你这是在一配置已经低的被实在抛弃的电子垃圾的基础上建立的 你这个续航这个配置牺牲了多少平板电脑所需的基础功能 你把分辨率牺牲了 你把办公学习需要用的足够高的性能牺牲了你把足够好的图形处理器显卡牺牲了你把一个眼睛看着挺舒服的 挺舒服的显示的能入眼让你觉得像素满意的屏幕牺牲了你把你能够连接一些需要外挂外接的其他挂件设备 优盘这些别的东西的接口的这些功能牺牲了 你这样牺牲了这么多 你这还不是不能满足你基础的学习啊工作啊这些需求 你要这样的是哈 有什么弹用 用处在哪 有什么意义 为了让电子垃圾不停产持续的污染环境 让我们这些不想受害的人继续跟着你们一起被迫吃重金属 互演 你还这要证明电子墨水平显示原理 还真的能互演呢 还找什么多篇论文啊专利啊 可是你这都已经在这儿彻彻底底的无视了分辨率这一个重要的基础级的指标 你这还电子墨水平互演 而且你也说了 这这个分辨率是超不过最老的一代 iPad mini的 要拿新的微软的电脑比那微软的电脑分辨率更是高到没有可比性 你这你要拿这些证据做广告 你这只能算是不攻自破 有逻辑漏洞 我查到的电子墨水平的 人理就是 你看电子墨水平的原理 他不是用那个小胶囊吗 但他那时停留在100微米级别 我现在纳米技术多少年了 尤其是高清的屏幕 还停留在100微米级别 什么玩意能看才不科学了 你难不成要回到那个科技还在缓慢的匍匐前进 什么都特别难以看清楚的年代 时代已经变了 现在是20年代 2020年代了 然后 电子墨水平的这个胶囊显示原理呢 他也就决定了 他不能有动态画面 动态画面是不能看的 他的色彩功能也是 特别差强人意 就我有过从小学到初三毕业到高一 有过 美术的成绩最低迷的那个时期 我那会 我那会再怎么缺彩笔 再怎么缺料 或者再怎么缺彩铅 画出来的 他总归是不伤也能看的 那显示效果 那显示效果电子墨水平是比不齐的 一个原生的就眼睛看上去是艺术彩绘 另一个你拿一堆根本就没有最新的高清的时代技术的 那个小胶囊来拍下来显示 你这不一个原生的一个模拟的吗 能比吗 而且这个电子墨水平的胶囊啊 他用的材料就决定了 他里头用的是液态金属 而且胶囊还是他会分布正部电荷来显示 就决定了 他这个材料里头是有重金属加不可降解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 而且这是极其容易超标的 这个原理也导致了电子墨水平自身的运行使用寿命相比于低幅设的液晶屏要差很多 这就使得这样的产品极其容易报废 从而变成每餐吃进我们身体里的重金属和高分子化合物 你还拿专注来扯 你要真要专注的话 他起码得保证基础功能是有的吧 ARM架构的Windows系统已经做了八年了 他哪一个版本都比这个垄断科技质头亚马逊做的污染环境的电子垃圾要更恰到好处 因为移动办公这样的基础功能至少ARM架构的Windows还是有的 而且他虽然可扩展功能的限度是相对低的 毕竟ARM架构自身有限制 但他既然做的恰到好处意味着他肯定是更有价值 而且要专注的话ARM架构的Windows自身的限制也可以发挥上用场 哪轮得着污染环境的垄断科技巨头留下的电子垃圾发挥这种用场 使用寿命长 电子墨水瓶刚刚证明了使用寿命不行了吧 还扯功能简单带来软件更新周期长 跟微软比比微软承诺每一代Windows是持续的去更新十年 才让他们退役 他拿了这个例子仅仅是六年还能收到系统更新 那一代最好看的Windows7 他就是对起点配置要求非常低 不是照样1月14号才退役的吗 所以哪个对设备的配置和起点要求更低 而且能让他们服役的时间更长 10年还是6年的 况且拿电子垃圾还能收到系统更新说事 这电子垃圾明明就是用一用就报废的 就会变成每餐吃进身体里的电子垃圾的重金属和不可降解高分子化合物 这样的话再怎么系统更新它不改变它的功能 不改革它的功能 它不照样烂泥扶不上墙 以及前头我也刚 点到了 根本就没有 没有讲清楚所有的越越破解 让我必须得在互联网上在全球的互联网上找 你就简单的不专业的搁这撂一句 这对自己的言行负的基础责任在哪 嗯 然后还电子词典下载 我学了近20年外语 实测过多款词典 多款字典 还有自身的练习 就足以证明 只要用足够专业级别的字典 就满足得了我学外语的需求 你这实测 把各种 词典集中起来 手懒的借口 又是你手懒的借口 你敢不敢再拦度一点 什么懒人来着你 截图 你这一件存储空间 根本就不够 塞下一个功能完整的系统的 电子垃圾 你还指望能存足够多的 你想随时随地都能打开 看的显示着重要数据的图片啊 一个图片多大 它实际上这种电子垃圾系统 系统更新完之后 留下来给用户的空间才 才多点 才有点渣 还讲不清楚 相关目录到底什么目录 你为自己的言行负的基本责任呢 还又是什么都成了 你手懒的借口了 然后到这里出了问题怎么办 这也是 这也是你这最 最最最负责任方面欠缺的地方 你都写清楚还只在这篇文章中提供选购建议 你这只在这 做导购 也解决不了许多问题 还就弄一个提问的智慧 你这一点都不对 新用户 有什么真正切实际的帮助的考虑 而且你这之前不是还 都 说的非常非常清晰明了了吗 担惊受怕的去优化网络的Kindle服务 你是说的非常清晰明了了 那你推荐这样的本身有安全隐患的电子垃圾 去奴役更多的人 意义何在 最后 我也结合自己的那一台亚马逊平板电脑系统彻底损坏崩溃 插电脑不识别无法启动的经历 我也早就问过 亚马逊的平板电脑系统彻底坏掉了 怎么办 有没有免费的方法可以把它维修好 到了这里 你说你只负责导购 那说白了就等效于托 营销人员这样的角色 我曾经尝试过救活 我那台亚马逊的平板电脑 但因为老了 至于要课金维修好 还是课金换新一代的 你这也不知道 就不知道有没有免费的方法能修 看你这样子 我估计不了解 就是不能免费修好了 那不能免费修好 我把它 在 曼特斯特卖给 专门回收 单位电子垃圾的 专业回收公司吧 你这不也还是 就彻彻底底的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处理后续 不知道这些电子垃圾报废之后 那些后事怎么料理 到这里我就是 直接 把这把这个电子垃圾彻底的 pass掉 去找专门的 电子垃圾回收公司 还好好兄弟还是为我推荐了一家可以回收电子垃圾的处理厂子 不行距离也不远 我收到亚马逊的平板电脑是六年以前的快放暑假的时候 亚马逊的平板电脑彻底损坏不能使用任何功能 我真的是想吹爆弹 那个毁恨 那个懊悔 我就是 大家一定要吸持我的教训 用其他系统的其他的平板电脑 不要跟我一样 进 收到了 亚马逊的平板电脑 结果 很快就 报废 变成一块 会 最终吃回肚子里的电子垃圾 要吸取我的教训 为 拯救全人类的 地球的生态环境 做贡献 现在开始行动 从自身做起 就不晚 这个视频 我的经历印象太深刻了 就会把控的不是特别好 还是请留下反馈建议 觉得我讲的有帮助的有用的 观众朋友们也请记得一键三连订阅关注我们 把这个视频随手分享出去 来唤醒你周围更多的亲朋好友们 一起为拯救地球环境做出贡献 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也请记得留下一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